哈喽,大家好,我是Katy,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云课堂 青春印在脸上,形象写在头上,有头有脸,青春才有保险 形象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我们的发型 很多爱美的人,女性也好,男性也好,为了发型啊,选择了烫发,染发 那今天我想问大家三个问题,您一年有几次烫发染发呢? 第二个问题是,您一年做过几次头发的护理呢?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每天做头发的护理用多长的时间呢? 大家可以把答案写在这个纸上,或者心里回想一下 我相信大家的答案一定是五花八门的,甚至很多人还会问 头发还需要每日的保养吗? 通过今天的内容,您就会有答案了 大家可以根据我下面说的一些现象去对照一下自己 看看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首先,换季的时候,我们的头皮有没有发痒啊? 还有就是,我们的发际线边缘,皮肤有没有出现过发红或者长痘痘呢? 前一天刚刚洗完头,第二天就发现头发又软塌塌,油油的 平时呢,洗发的时候呢,我们用手指按压头皮的时候啊 有没有感觉到头皮非常的僵硬呢? 有一些人,发量较少,而且啊,脆弱容易断 还有呢,每一次洗头梳头的时候啊,都会掉很多很多的头发 还有很多伙伴是经常的垫发染发,头发出现了干枯分叉 那如果啊,有以上的现象呢,大家就要注意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浑身上下都是皮肤包裹的 我想请问大家,人体最薄的皮肤在哪里呢? 对了,就是我们的眼周肌肤 那仅次于我们眼周肌肤的部位,就是我们的头皮了 头皮啊,是我们衰老最快的部位 它成为我们人体第二薄的皮肤 大家可以自己去摸一摸自己的眼瞼 还有我们的头皮,感觉一下它们之间到底差了多少的薄度呢? 有的人会问了,为什么会是头皮呢? 首先啊,头皮呢,是我们人体皮质线最密集的地方 油脂分泌呢,也很旺盛 很容易过度清洁,或者产生各种头皮问题 这些呢,都会造成我们头皮衰老 头皮的面积啊,是我们脸部面积的四倍 但是呢,头皮老化的速度呢,却比我们脸部肌肤要快六倍 也就是说啊,如果头皮有一条皱纹 那么我们的脸上就会有六条皱纹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会出现额头纹 那是因为啊,我们头皮衰老松弛之后 脸呢,会慢慢的下垂 当头皮每松弛一点五厘米 我们的面部肌肤也会发生下垂了 就发现你的头皮和脸皮一样的都会衰老,对吗? 并且啊,我们的头皮就像土壤一样 种什么种子就会长出什么样的花 如果头皮有问题了 那我们的头发也同样会出现问题 那和皮肤类型一样 我们的发质呢,也分为油性啊,中性啊,干性啊,和敏感性 天天洗头,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发现头发总是软趴趴 这就是油性发质的体现了 中性、干性发质呢,属于相对健康的头发状态 这种发质的水油平衡状态 维持在相对不错的情况下 夏季啊,是头皮敏感的高发季节了 紫外线的照射、汗水等不利的外部条件 往往会引起我们头皮的泛红啊,发痒啊,等这样的问题 这就属于敏感性了 那头发呢,是我们人体身上最容易脏的部位 所以护发、清洁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拥有一头闪亮滑润的头发是每个人都盼望的事 因为柔亮的头发会给每个人明朗健康的感觉 今天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这款爱多美舒爽洗护系列 专为清洁头皮的特别配方 爱多美舒爽洗发录中蕴含着28种草本提取物及有效成分 可干净的去除毛孔深处的老化代谢物和角质 含有的印度炼液提取物呢,可以清洁头皮去除污垢 美丽金和欢果提取物带来自然舒爽感觉 山津车花提取物可以舒缓头皮 清洁头发的同时也清洁了土壤 这款啊,看起来不大的一瓶啊 足足有500毫升的用量 爱多美舒爽护发素中含有的鳄梨油 保湿滋润,可以赋予啊,发丝的弹性 向日葵子油呢,可以安抚毛鳞片 让头发更顺滑 生物素修护受损发质 很多人呢,都有烫发染发后的经历 那头发严重的受损成了一堆枯草 我啊,也被这种情况困扰着 现在好了,我们又多了一个选择 同时呢,还可以洗发后 用上我们的护发油来滋养我们的发质 拥有一头顺量光泽的秀发 真的好期待产品的体验感呢 除了使用产品 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些不用花钱 随时随地就可以帮我们改善头皮问题的方法 现在呢,很多人有睡不着睡不好 然后记忆力不好这些现象 其实呢,都跟我们的头皮供养有着密切的关系 接下来呢,我教大家一个三分钟按摩法 大家可以先放下手上的工作 然后找到一个舒服的点坐下来 腾出我们的双手和我一起做这个三分钟按摩操好吗 首先呢,我们要把五个手指度按压在我们的头皮上 从额头前端一直按向我们的头顶 还有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耳后进步的上方 一直从下向上按压到我们的头顶 就是这样子每天反复循环三分钟 可以加速我们头皮的新陈代谢 随时随地啊,呵护我们的头皮了 青春硬在脸上,形象写在头上 有头有脸,青春才有保险 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